最新的事情 因為我們公司要寫月報 那月報它最後面就叫你寫未來計劃 每一個人都寫一樣 就是什麼三年之後生 然後五年之後再生 其實都是那個無稽之談 那你當然 那我自己就想說 那我當然寫我自己的計劃 那我就是出去看 然後當然不是只做這份工作 那真的要花時間去外面看 然後問朋友有沒有什麼工作是更好的 然後就把我所有的 可能未來有可能做的工作 我全部寫出來 可能有機會會在那邊做 那可能有機會去另外一個地方做 那原因我都會寫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覺得剛剛這一點我很有感 很多年輕人都覺得說 這個公司的職場太虛偽 可是你真實的表現 那如果老闆也真實的對待你 你又覺得說 老闆怎麼一點客氣都沒有 如果老闆看到這樣子就跟你說 那你不想帶你就走啊 那你會很高興嗎 我回信啊 我回信給他 因為他就請他的一個哀將寄信給我說 你如果真的沒有興趣在這個公司待 那你就另謀高久 他就是不想提我要我自己辭職的意思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想做就做 我不想做我就會離開 我就說這東西你應該管不著 老闆管不著 其實我覺得 他的這個 老闆管不著嗎 就是他為什麼要請一個人來寄信給我講說 你如果沒有興趣待的話你就離開 那你就知錢我 那我就拿知錢費 那老闆又不要知錢他 所以我們用了員工之後 員工用這種態度對待我們的公司 然後我們要請他走 他還不爽走 我們就只能知錢他 這就是現在 為什麼很多人 很多老闆在用員工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多疑 害怕 因為請神容易送神難